好 接下来我们讲解blender的操作界面 那么对于每个软件来说 我们接触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了解它的操作界面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不耐烦 就是说操作界面我已经认识了 那么接下来我所讲解的操作界面 不光是软件的界面切换 还有一些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的一些设置 那么blender这个软件的操作界面 相对要比其他软件的操作界面要强大很多 也自由很多 它可以任意的进行操作 拆分组合等等 甚至是我们双屏的用户 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它可以加快我们的工作效率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最原始的这个操作界面 那么现在我这个整个操作界面呢 属于一个打开软件以后默认的标准界面 标准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就是界面 我们软件上面界面 这里是个标准界面 那么我现在先不教大家怎么切换其他界面 我看我们的界面能做什么 我们现在的界面能做什么 首先呢 因为我们操作blender的用户不一样 有些是台式电脑 有些同学它是笔记本电脑 那么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区别在哪呢 因为台式电脑 它可以弄一个大屏幕 弄的24寸超大屏幕 所以说呢 它这个软件的长宽 现在我把软件 我的软件拉长一点 我们发现 我们软件宽度高以后 我们这工具列出来的 就一眼看过去能看到的工具非常的多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 我打个比较过分的比方 比如说电脑 这个软件很窄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工具非常的少 我们在翻动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我们在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那么如果说我是小屏幕的笔记本电脑 我又想一眼过去 看到这个工具比较多 我该怎么处理呢 我该怎么操作呢 那么我们的鼠标呢 就放到我们需要的界面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默认肯定会有的界面 我们按住 按住 Ctrl键 加鼠标中键 然后左右拖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界面 可以 压得很扁 可以列出 就所有的命令 只不过它小的看不清 所以说我们一下 Ctrl中键往右拉一下 这样子 可以看得很轻很大 是吧 我的屏幕大 我可以这样这么大 看的参数很舒服 不过呢 我又看不清楚 其他的工具在哪里得翻 所以说 我Ctrl在中键 我调节一下 我调节 这样子 很适合 是吧 那么包括 这一栏 这一栏 有些朋友可能没有 那么我们按键盘上的N 那么左边这栏 是按T T T键 右边这栏 是按N键 那么右边这栏 是物体的属性栏 就是说 物体的旋转 位置 角度 等等 就在右边 我们同样也可以 按住Ctrl 中键 左右拖出来 来调节这个 这个视图的 这个大小 这边也可以 这样 比较方便 是吧 OK 我们要觉得它碍事 我们T隐藏起来 N隐藏起来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这个窗口 我想 就是说 比如说 我现在是对前面进行操作 但是呢 我有时候 我需要看 从后面看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是吧 但是每次 我都得翻来覆去 所以 现在呢 我们就 我就想把这个窗口呢 复制一个出来 并且转到后面去观察 那么一个窗口是前面的 一个窗口是后面的 那我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按住 我们按住 Save加左键 Save加左键 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付出出一个窗口来 比如说 这个窗口是在后面 这个窗口是在前面 但这个是 有双屏的朋友 就比较理想 比如说 我对这个窗口进行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 我转这个窗口 实际上我是转了观察角度 但是呢 另一个窗口 操作的是 同步的 或者说 我也想对它 进行这个贴图 所以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进行切换等等 好 那么这个是窗口的复制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窗口的交换 窗口的交换呢 我们可以按住 按住 窗口的交换 我们可以按住 Ctrl键 加鼠标 左键 比如说 现在 我这个 我场景大纲在右边 就说我们场景里面所有的物体都在右边列出来的 但是有时候我场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我想 我想 找什么东西 是吧 我就得去拉这个 或者是说 有个滚动条 我得去翻的 这个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那么我们按看着左键 点这个 脚 我们把它 拖过来 跟它交换 大家发现 那么这个 场景大纲 跑到右边来了 这个 感觉很扩气 这个东西小的 暂时留在小 等我们选好东西了 比如说选灯 选好了 OK 我给它 Ctrl左键 我给你交换回来 是吧 或者是 这个Ctrl左键 我跟你下面 我交换 是吧 我再交换回来 是吧 那么这个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平时笔记本电脑 它总是这样 它右边的这个参数栏 它比较窄 有时候我们有些命令 甚至都看不到 一些新手的同学说 那 那有怎么 我有些命令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鼠标 左键 直接拖拽 把它完全显示出来 你不要拉得太多 因为你拉太多了 我们的操作的透视图就窄了 是吧 选择不够大了 是吧 你也不能太小 太小了 看不清楚 我们适可而止 就这样子 好 那么 刚才是 讲的 四图的这个 来回操作 那么再看一下 四图的切分 比如说 我嫌你刚才说的麻烦 我想 一个是 透视图 一个左是图 一个是 全是图 像其他三维软件一样 我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 快速的切换到标准的 这个 四式图模式 那是 Ctrl Alt 加 Q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Ctrl Alt 加Q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 进入到传统的模式 这个模式 类似于玛雅 跟玛雅的布局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这个是透视图 透视图 透视图 然后其他四图 是不能转的 不能转的 这是叫做 安全四图 有时候我们不希望的转 有时候我们操作过程中 不小心转了一下 还得把它倒腾回来 所以比较麻烦 那么这个视图比较安全 但是它有个缺点 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 它视图的大小 不能像Max那样子 我们拖转一下 调节 每个视图的比例 那现在呢 我们 比如说我偏偏 我就想需要这个右视图 放大观察 怎么办呢 我们就鼠标 鼠标放到这个右视图上 我们Ctrl Alt 叫Q Ctrl Alt Q 那么这个视图 就会被放到最大的 但是 有一点要注意 这个视图被放大以后 它就不是安全模式了 我们 按住鼠标中间 我们发现可以转动了 不是太安全了 所以我们现在按回 我们 右视图 右视图是键盘上的3 键盘上的3 我们切换回来 好 好 那么我们 KandleAlt Alt Alt Q还原 KandleAlt Alt Q 放大透视图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 刚才我们说到 视图的切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除了刚才那种 KandleAlt Alt Q的方法 能切分 视图以外 还有什么方法 切分呢 我们可以 鼠标点住 这个 左上角的 这个三角形 三角形 我们把它 拖一下 我们发现 它变成了 两个视图 一个可以转一下 一个可以转一下 是吧 非常方便 好 那么现在 比如说 现在我想 像其他软件像 有四个视图 那么 那么每 每个软件 我都可以再次 拖一下 不过 拖的方向 有讲究 你要是横拖 它就是这样子出来了 你要是 横拖 它就是横的方向 给你出个新的视图 你要是往下拖 它就是 纵向 给你出个新的视图 那么现在 不好意思 我拖多了 我想把它 取消掉一些 那么这个 我们就可以用 一个方法 就是覆盖 我们拖这个视图 去盖这个视图 就可以把它覆盖回来了 好 覆盖回来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有一点要注意 现在我拖这个视图 我去盖这个视图 盖不动的 大家看盖不动 为什么 因为你这么拖过来 它不是盖了一个视图 它是盖了两个视图 所以说 我们要是想把它覆盖回来 我们得收拾一下我们的视图 现在我们这边是两个视图 那这个视图 那这个视图是不可能盖回来的 所以说现在 我 任意选择一个视图吧 我去覆盖另一个视图 好 然后 我再把左边那个视图 我给它盖回来 好 它就安全了 好 我们再次切分 我们再次切分 再次切分 好 那么在这个 类似于玛雅 这个右上角的这个视图 我需要它是这个透视图 那么在这个 这边 我需要它是顶视图 那么顶视图 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切换一下 我们键盘上的 1是前视图 2 3 3是右视图 7是顶视图 那么7顶视图 那么我们现在7 进入到了顶视图以后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 注意一些问题 7 因为顶视图 它分为 各种视图都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用户的模式 一种是透视模式 那么透视模式 就是说存在着近大远小的 这么一种 自然科学的这么一种观察手段 那么我们按5进入到透视模式 那么透视模式 是从顶部去观察物体 但是它存在近大远小 那么这个模式 有好有坏 各种模式 它都有好有坏 因为我们现在按5 进入到这个用户 就是非透视模式 就是不管近远 它都一样大 看起来都一样大 那么这个视图的好处 它是可以显示视图背景 那么我们按5 我们看一下透视模式 透视模式 虽然说它拥有自然科学 就是说近大远小 看起来比较自然一些 真实一些 但是它不能显示视图背景 除非你在相机里面加了视图背景 不然的话你在视图里面加背景 它是没有任何作用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 我现在在顶视图 我按了5 我可以切换到用户和透视模式 好 现在我要进入到底视图 底视图 那么现在我们按7 是进入到顶视图 我们按照相反键 就是Ctrl Ctrl加7 我们就可以发现 就可以进入到底视图 底视图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右下角的视图 我们按一下3 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到 右视图 右视图 然后呢 我想进入到左视图 就是跟它相反的 就是左视图 我们就按照Ctrl 然后按3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left 就是左视图 相反的 好那么这个1 就是前视图 那么我们Ctrl 加1 那就是后视图 back 是吧 后视图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视图切换 那么这种手动切换出来的视图呢 就是说它有物体的操纵的切换 这些工具架 如果是 好 现在我先收拾一下我的视图 收拾一下视图 如果是Ctrl 二者就Q 标准切出来的 自动切出来的呢 我们发现 它只会共用 只会共用一个工具架 只会共用一个工具架 如果是我们手动切出来的 它会每一个视图 它都会有一个工具架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往下看 那么 Blender除了这个标准的这个 我们做模型所用的就叫3D视图以外 它还有什么视图呢 我们就可以点开这个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blender 就是说它内置好了一些操作模块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入到动画模块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后面有一些 就是摄影表啊什么什么的 曲线变定器之类的 就是做动画方便做动画的这么一些 一些界面的布局 我们还可以切换到合成模块 Compression 合成 就贴图合成啊 或者是影片合成啊 Compression 合成模块 就是标准模块 标准模块 那么在这里还有很多模块 那是我 我以前就说 弄得完的时候 它自己搞上去了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 有个箭头 我们点 箭头 我们这个箭头 滚动鼠标中轮 我们发现它还有很多模块 比如说是 游戏控制器 就是做游戏的这些模块 还有 还有脚本 脚本 那么现在我们 刚才大家看到我 这个 那么大家 大家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 我在这里啊 就是说用鼠标去切换我们的这个操作界面啊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想快速的切换界面啊 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啊 首先按住Ctrl键 然后我们左右键是可以来回切换界面的啊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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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叫右 可以快速的切换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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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向左啊 就是 可以啊 倒过来切换操作界面 那么它的切换顺序实际上呢 也是根据这个啊 这个界面列表里面的这个顺序进行切换的啊 好 那么现在啊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界面相对比较乱啊 我先让它回到啊 就是出场状态啊 好 我现在让它回到出场状态 那么在这里的话啊 啊 我这个啊 因为我刚才显示鼠标的那一个插件啊 它给关闭了啊 我得重新打开才能够显示操作啊 那么现在我们不用管他们接着往下看啊 啊 在这里啊 我们现在啊 要制定一个啊 就是说 自己所喜好的界面 比如说现在我先建立一个啊 新的界面 我们在这里啊 先增加一个界面 然后呢 这个新的界面呢 啊 我们自己改名 我们改为AIA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界面呢 就已经变成这个啊 界面了啊 然后呢 啊 我们 把这个我们的界面啊 随意的啊 就是拖拽 随意切分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定制的界面啊 那么现在我们切换回标准界面 我们看一下 哎 它就是标准的界面啊 然后我们切换到我们刚才刚才定制的界面 一点哎 它就切换到我们上回工作时候啊 所定制好的这么一个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啊 我们要关软件再打开它就没有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界面保存成用户设置下回 它才会啊 啊 就是说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它才会保留我们设置好的这个界面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啊 我们啊 就是说保存 保存用户设置 server use setting啊 快捷键是Ctrl U 我们点一下保存了 然后我们Ctrl 后 现在已经保存了 我们也可以跟着U 它有个提示啊 保存用户啊 这个界面啊 我们点一下 好 我们关闭软件啊 我们再再次打开我们的blender啊 好 那么大家看啊 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啊 这个软件一打开的这个默认界面啊 如果说现在我 我不喜欢这个界面 不要它了 好 我们在这里 插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看一下我们跟着啊 看着这家左键 我我我切换一下界面啊 切回它的标准的3D界面啊 这样子啊 又切回来了啊 然后呢 我们看着U保存啊 好 下回我们打开软件 它就是这么一个啊 标准的这么一个界面的啊 我还想要打开软件 我打开软件 我们打开软件 现在我们打开软件 我打开软件 就这样就这样 我打开软件 就这样 我就把这个啊 转件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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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